你好 想請教 因為很多人在等莫德納第二劑 所以有民眾想趁機發災難財 在臉書上打著某 診所名號 然後可以幫網友打到莫德納 但一劑要6000元 還有人爆料有的診所開架 兩劑莫德納殘劑要3萬2 請問指揮中心目前有掌握到這些違法的事實嗎 要如何杜絕這些想趁火打劫的人來販賣 這些疫苗 第一個 現在 被瞭解的這個案件 其實是這個去登記 要施打這個 剩餘量的部分 那他用他個人的這個名義 來他去排到 然後要去做一些轉讓 那這個詳細的狀況 所以這個跟醫療院所 無關 這個要先說明清楚 那這種個人 這已經是有一點違法的行為 那這個我們一定會調查清楚 那我們也要呼籲民眾 其實 疫苗依照現有的狀況 只要你在醫院的這個登記完成 那按照順序 因為我們現在無論是 各個 進來到臺灣的各項的這個疫苗 我們都已經 可以順利安排接種 所以大家只要依照這樣的 一個醫院登記 預約 來做完成 並不需要去特別 去注意這個網路上有這種非法的這個行為 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要以兵來做呼籲 副作者好 好 三例提問 其實想問這個莫德納兜售的 問題 那像民眾有這樣子的行為的話 我們 可以依照什麼樣的法條來對他開罰 那 可以開罰到多少 然後還有就是因為像臺北市現在包括萬華 還有 有媒體人說這個大指的診所也有這樣子的 狀況 那之前柯市長一直說 中央就是配發 疫苗都不夠給地方施打 那現在臺北都出現 這樣子的狀況 是不是這個柯市長在管理的 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舒適的部分 謝謝 指揮中心在配發到各縣市的疫苗 都是依照這個 每一期 每一次 按照目標族群去做過計算 那我們一定是達到 這個目標族群要施打的量 來配發給地方 那 陸續在網路上有這種 違法的個人行為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去查處 那究竟他是不是在法律上會用 什麼樣的這個法律違反的相關規定 我們會 請司法警察單位去做謹慎的處理 那也會請我們指揮中心的法制單位來做研議 那也可以提供相關的法律意見 給這個司法警察單位來做整班